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礼拜天 按照惯例我们讲两个小新闻 之后就进入互动环节 大家有什么高见或者问题 都可以贴在留言区付费会员的问题 会优先的讨论 今天就说两个小新闻 因为是周末没有特别大的 非常爆炸性的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8月18号的时候 SOHO中国发布了2023年度中期业绩报告 其中提到旗下的北京望京SOHO房地产有限公司 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 收到了当地税务机关的税项缴纳通知 要求SOHO中国在2022年的9月1号之前 支付望京SOHO项目 塔一和塔二的相关土地增值税 17.33亿元 自税款制纳之日起 按日加收制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支纳金 就是每天的话会加收万分之五 SOHO这个望京SOHO呢 是潘石屹的心头肉啊 因为潘石屹以前曾经说过 他说我心目中永远不能销售的项目 就是外滩SOHO在上海 还有望京SOHO在北京 他说只要这两个项目还在的话呢 我就还是房地产发展商 但是现在呢 这个望京SOHO已经沦落到交不起税的地步了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SOHO中国的负债率大约是在50% 但是呢随着地产价格的下滑 难保有一天会自不抵债 在中国呀 做这个商业地产这块是非常难的 我一会儿再说一下为什么 除了这个新闻之外呢 这两天还有一个传闻 就是前阿里巴巴中国区的财务总监宋守成 他说呢 从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开始 这个中共呢 要开始摸每个人的家底了 有一套系统呢 会正式出炉 叫做个人收入以财产信息登记系统 也就是说呢 中共要摸一摸每一个人的家底 当然这意味着说就会知道哪里的韭菜绿油油 那么下一步的话就有一个如何收割韭菜的问题了 以及割韭菜的后果问题 这些问题呢 我们一会儿一块集中讨论一下 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油管上的观众呢 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新闻 SOHO中国呢是开始欠税了 是北京税务局要求他在2022年9月1号的时候 开始支付这个旺京SOHO项目的这个相关土地增值税 是17.33亿元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到了2023年6月30号 SOHO中国呢只支付了土地增值税3060万元 那么因为当时是17.33亿嘛 然后呢每天是交万分之五的支拿金 所以呢现在这个虽然已经交了3060万了 但是呢这个现在还剩的欠的这个税款 大概是19.86亿元 也就是说大概有20亿的土地增值税 和相关的支拿金还没有被偿付 那SOHO为什么会欠税 当然是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了嘛 消息称呢 截至到今年6月30号的时候 SOHO中国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大概价值是6.27亿元 那么银行贷款和其他贷款 大概是160.46亿元 总负债是315.19亿元 总资产大概是689.2亿元 也就是说他总的负债的话 大概是占这个总的资产的二分之一 一个是315亿 还有一个是689亿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还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 但是这种这个债务呢 是实实在在的债务 因为它是欠银行的或者欠谁的 而他的资产呢 只是纸面上的价格 那么随着这个商业地产价格的下跌呢 就是你现在都很难 就是真的如果变现的话 到底能够变出多少钱来 你都不知道 SOHO中国前董事长潘石屹 其实最看重的就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这个望京SOHO 还有一个是上海的外滩SOHO SOHO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美国这边 叫做small office home office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一个 就是很小的这种商用的 甚至可能是商用住宅两用的这种 这个房产 那么在中国的话呢 其实指的就是商业楼 但是这个商业楼的话呢 在中国啊 就是本来在这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可能会去租这个写字楼 他的生意按说来 按说来讲是很好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已经沦落到了这个欠税交不起的地步 潘石屹他是做这个商业地产起家的 这个行当在中国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行当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城市 一线城市 大家知道 房子的租金根本就支付不了房价的利息 你花这个1000万买了一个房子 但是你租的话 可能一个月只能租个五六千 或者是租个七八千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房租收入一年大概只有这个十万块钱 而你房子的话可能却价值1000万 那么也就是说 你1000万的这个房子 你收上来的租金的话 只有你这个房价的百分之一 你想这样的收入的话 他怎么能够去支撑 一个这个就是商业地产呢 这商业地产的话也是这样的嘛 所以呢 潘石屹呢 曾经算过一笔账号 他说 房子租金的收入大概只能占房价的3% 而银行贷款的利率却要4% 这还没有算什么维护费用 物业的费用 安保的费用等等 开销都没有算进去 所以呢 基本上来说 这个银行利率加上这些开销的话呢 这个房子大概是每年赔掉的钱呢 大概是这个房价的2%到3%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等于是你买这个楼持有的时间越长 你赔的就越多 所以租房子这种就是租这个商业地产 这基本上就得赔死了 那过去呢 潘石屹是有一个绝招了啊 这个绝招呢 就是把商业地产当成住宅地产来经营啊 也就是散卖 这个是真的是很绝啊 就是我卖你的不是一栋楼 而是卖你几个办公室 靠着这么干啊 就是等于是打散了卖之后的话 他一个办公室 比如说卖个几百万 卖个这个大几百万 卖个几千万啊 这是可以的 买的人可能也很多 那靠这种散卖呢 潘石屹是大赚了一把 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 中共出台了一个政策 就是禁止散卖 潘石屹呢就没辙了 所以大部分买商业地产的哈 还是指望升值 然后呢把这个地产转手卖出去 这是跟买卖住宅是一个道理的 但是如果你不许散卖的话 这个商业地产就很难脱手 因为非常昂贵啊 一个地产的转让可能就要几十个亿啊 所以找到一个买家是很难的 李嘉诚是知道这个道理哈 所以他早早就跑了嘛 呃 那么这个钱哈 大家看到这个地产商在赔钱 呃 这个 这个当地的政府好像是也在赔钱啊 就是现在到处都在欠债 那么这个钱到底去了哪 到底谁是真的欠了债 到底谁是把这个钱都给挥霍了 今天网上呢 看到有一个人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呃 这笔账呢 就是告诉大家地产商的钱都跑到哪去了 这个文章蛮有意思的哈 它是以2011年到2022年 这12年间的万科为例子 逐条罗列了最主要的钱的去向 呃 我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哈 这12年万科 卖房子啊 一共收到34,791亿元啊 咱们就说呃 3.5万亿元吧 这好记哈 咱们说说个整数啊 3.5万亿元万亿元 其中拿地花了多少呢 其中拿地花了1.2172万亿元 呃 这个数据不好记的话 我们就说哈 他大概 这个房子卖房子 比如说是35,000亿哈 那么其中呢 这里面有35%是买了这个地了 所以这笔钱的话 对于中共来说是五本万利啊 房子的三分之一强的价格都是这个地价啊 等于是中共拿他抢来的土地 然后一下子卖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卖地的时候你要交税对吧 或者是房地产转让说要交税 万科交税交了多少呢 万科交税交了4647亿 大概占比是13.36% 所以把拿地花的钱和交的税加的钱 两者合计是48.36% 所以等于是一个房子的价格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48.36 马马虎虎说百分之五十 都被政府拿走了 政府收税收了百分之13.36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卖地的话呢 是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等于是这个政府什么都没有干 但是的话 却拿到了百分之五十的房价 大家注意啊 这个不是利润 是房价的百分之五十 都被政府拿走了 当然这个房子你还得盖嘛 盖的话 你是有这个上游企业啊 各种给你提供建筑材料的 各种各样的企业 一共有几十万家 这几十万家从万科拿走了一万两千两百四十八亿 也是占百分之三数 所以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价格的话 只有大概三分之一抢 是真正的给了上游企业 那剩下这点钱的话 就是银行 因为贷款嘛 要给银行这个付利息 对吧 然后呢 你要给员工发工资 然后呢 你要给股东分红 这三块加到一块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一六 而股东一共拿了多少呢 股东占所有万科营业额的百分之二点六 换句话说 股东拿走的这百分之二点六 不到中共税收 这个百分之十三点三六的五分之一 然后呢 如果你要是算这个中共这个 呃 这个卖地的钱 如果也打进去的话 股东其实拿走的钱 大概相当于中共抢走的钱的 大概百分之四啊 百分之三 百分之四的样子 等于是 等于是中共 等于是把这个钱全都给抢走了 他他收税 这个卖地 对他来说的话 都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就把所有的钱全抢走了 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股东真的没有拿到多少钱 绝大部分绝大部分钱 全是被中共抢走的 等于是百分之九十多的钱 都是被中共抢走的 剩下的钱就是发工资了 什么什么之类的哈 呃 这些数据呢 大家现在还是能看得到的哈 但是呢 就是有一点哈 想跟大家说一下 以后关于中国经济的数据 会变得越来越少 呃 这个呢 是在去年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刚刚连任之后呢 这个呃 金融时报发的一篇文章 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地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这个 就像政态分部一样啊 就出现了一个 呃 红色的这个柱状的高潮 然后的话呢 就迅速的下跌 那么现在的话 已经跌得很惨了哈 这个数据是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金融时报是说 如果你在二零一二年 习近平当选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啊 习近平当选的时候 你会发现海量的经济数据 这些数据都是在 这个网上公开的啊 那这个数据里边的话呢 包括这个 比如说甚至包括 什么户外游乐场 设备行业从业的人数啊 广东向其他省份的天然气出口的人数啊 内蒙古的电力平衡的人 这个这个这个数字等等 这个只要你能够想到的 其实呢 那个时候中共发布的这个数据是相当的多的 那只要你能想到的 差不多你都能够找到 但是仅仅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之后 几千个数据就不见了 到了2016年的时候 国家和各式统计局公布的所有指标中 有一半以上已经悄然废止 甚至到这个2020年就当时这个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 连之前那个季度的中国的GDP数据都没有公布 然后呢 等到这个习近平躺平式的放开之后 到底当时死了多少人 这个死亡人口的数据也没有公布 然后最近的话呢 是青年失业率这个数据也没有公布 后来呢 我就发了一个推文啊 我说中共的过去公布经济数据 是为了证明共产党领导有方 证明大国崛起 那现在公布数据的话 只能是打脸 对吧 所以只好呢 就把这些数据都藏起来 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的数据将变得越来越少 这个时候你发布数据 就等于是在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了 那么当然这些数据呢 也就变成了国家机密 中共呢 不让你知道它的数据 但是呢 它却要知道你的数据 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说 从8月份开始 中共将开始摸每一个人的家底啊 会有一套系统正式出炉 这套系统叫做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 每一个人他的财产是多少 唯一哈 每一笔财产 唯一的跟他相连接的那个序列号 就是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号 也就是说 当输入一个人身份证之后呢 就会知道这个人的名下多少房 有多少车 有多少银行的存款 有多少股票 有多少这个期货 有多少债券等等 就会一目了然 所以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的财产已经和他的身份证号联系起来了 那这一次呢 这个中共要干的事情叫做摸家底啊 这个是呃 这个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讲的这个话 那么摸的什么家底呢 就是高净值人群的家底啊 这个高收入人群的家底 200万以上的资产会纳入监管的门槛 就只要你家里边的钱超过200万的话 这个中共就开始注意盯上你了 那600万以上的人就是妥妥的中共的重点监管对象 其实中国确实有很多高收入人群啊 像一些职业经理人呢 像一些这个外企的这个经理啊 这个老板呢 像一些这个有一些私营企业啊 这个老板呢等等啊 包括像潘石屹这样的人 他当然是很有钱 但是呢 就像我们刚才给出的万科的数据一样 中共拿走的钱是万科股东的20多倍 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潘石屹有钱的话 那是跟老百姓比 而中共官官员们的财产和潘石屹相比的话 恐怕超过潘石屹几十倍都不止 那么但是呢 对于这个中共体制内高官 他们这些这个贪污的钱呢 习近平是不太敢割 为什么呢 就是怕体制内的人会反水 所以习近平要割体制外的人 但是呢 我们得知道哈 体制内的人 他也得靠体制外的人才能生存啊 就像是一个国家 像中共这个习近平讲什么中国经济内循环 但是其实循环不起来是一个道理 中共这个体制内部 他也没有办法实现内循环 因为中共的体制并不创造财富嘛 所以他只是一个超级的吸血机 我的感觉是 中共如果真的割体制外的韭菜的话 韭菜们也会躺平 我挣的钱都被你拿走了 我还挣什么钱呢 对吧 我不挣了 对吧 到那个时候呢 社会工作没有人会去做 然后体制内的人 他们也会傻眼 就整个这个社会就陷入瘫痪了 当然大家都会知道 这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带来的问题 那体制内的人呢 也会因此对习近平相当的痛恨 今天呢 看到这个美国之音的一个撞稿人 邓一文 他呢 这个发了一个推文 他可能是跟这个中共国内的一些 这个官员 体制内的人可能还有联系啊 他就提到呢 他说 前不久见了一个去年退休的高官 他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 常常见到习近平 这一次呢 是因此叹亲来美 然后呢 这个邓一文呢 就问他说 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官员中 估计一下有多少官员是反习的 他说除了那些亲信和受惠于习的官员 中高层干部至少有70% 是反对习近平的路线和政策 即使是习的亲信也很不满 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和做法 只是不敢讲 然后呢 他说 但是可以从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细节看出来 然后呢 这位邓先生又问 他说 现在经济不好 社会怨气很重 习的气数是否已尽 党是否和习一块殉葬 然后这位退休的高官呢 沉吟了一会儿说 不好讲 但是可以肯定 习的亲信是不想和习近平一块陪葬的 在关键时候会背叛他 所以其实像什么李鸿忠啊 像什么这个蔡奇啊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绝对不能信任的 这些人 凡是能够被利益所左右的人 他也一定会为利益而背叛习近平啊 这是绝对不能够信任的 习近平呢 他可能不会知道啊 革命可能就在他割韭菜的过程中会不期而至 其实呢 就是他现在就是好像还到处做指示 为到处去指明方向 我不知道他的心中到底还有多少安全感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几个小新闻啊 就是因为今天是周末也没有太多大的新闻 咱们就这么随便聊一聊 那剩下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还是进入到这个互动的环节 咱们就来跟大家这个看一下 有没有就是朋友什么问题 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 经济学人有一篇报道说 美国经济对中去风险看似有效实则无效 大致意思是说 中国可以将零组件出口给墨西哥 然后呢在墨西哥加工再出口美国 所以美国看似跟中国脱钩 反而让其他国家跟中国绑的更紧密 请问针对这个报道你有什么看法 这样的数据其实统计起来是很难的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 半成品本来是直接出口到美国 现在出口到了菲律宾的什么墨西哥呀 或者什么其他别的越南的地方等地方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数据是可以看得见的 那就是中国的失业率 那就是中国工厂开工的数量 所以呢你要是这个 你说这个事情美国现在在去风险中 跟中共脱钩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效呢 你看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情况就会知道了 中国其实他现在 基本上来说不是现在了 过去他的经济的两大支柱 一个呢就是房地产 还有一个呢就是外贸 这个基本来说就是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 至于说其他别的投资什么什么之类的钱 那都是从房地产就是卖房子卖地 这个包括这个外贸出口 这个这个企业民营企业交的税都是从这来的 所以呢这个中共呢 他主要的这个支柱啊 他最赚钱的就是房地产和这个外贸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支柱已经都垮了 所以说这个美国经济对中国去风险这个事 有没有效呢 我觉得是有效的 当然肯定会有漏网之鱼 这是没办法的 就像华为一样 就是中共当时这个 他不是这个跟美国打贸易战 然后川普开始制裁华为吗 后来到了这个川普后期的时候 就禁止向华为提供芯片 那么华为是不是还能够搞到芯片 当然还能搞到一些啊 就搞到一点点 但是呢大规模的搞是搞不到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华为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5G的手机了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芯片去生产嘛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看华为就知道 虽然他有漏网之鱼 但是他确实是不行了 他他他其他别的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存在的可能 但是像这个终端手机这一块的话 终端业务的话已经彻底被打垮了 他的这个什么laptop呀 他这些什么tablet啊 这些平板电脑和他的这个手提电脑 其实也不行了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啊 你看到有漏网之鱼 那是呃必然的啊 这么大的国家肯定他会有空子可以钻 但是大规模钻空子是不可能的啊 我这个问题呢我就是这么看的 呃下一个问题哈 这个张教授感觉中国共产党很难瓦解 想想看俄罗斯这种半民主半独裁国家 因为战争死了那么多人 然后被国际制裁比中国还严重 然后普京到现在也没下台 中共表现没有比俄罗斯差吧 而且中国真的是独裁国家 应该比普京下台还难 这个其实呢 我觉得中共这个什么时候垮台呢 呃我一直是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啊 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就是你觉得这个事儿啊习近平这个教训他吸取了啊 比如说这个过去呃苏联东欧解体的原因是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搞公开化 呃给大家言论自由啊 然后呢这个有的国家是和这个反对党妥协啊 像波兰他就跟团结工会妥协了嘛 啊有的国家的话呢 是因为他严重依赖苏联的支持 苏联不支持的话他自己撑不住啊 像这个东德就是这样他就垮台了 呃其实当时很多东欧的国家像罗马尼亚 呃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国家 其实都是靠苏联的支持 那苏联不支持的话 他们就撑不住了就垮了 中共其实在当时苏联解体之后呢 是呃总结了很多当时苏联和东欧解体的教训 总结了很多 然后呢力图把所有这样的教训 全部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啊 总是我觉得这个呃到了中共气数已尽的时候 嗯这这个你不知道一个什么突然间发生的这个很小的事情 就会产生一连串的这种呃骨牌效应啊 最后就造成中共垮台呃今天我当时我给大家 刚才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邓玉文呢 他的呃就是跟体制内高官的那个对话哈 呃他就讲说其实体制内的高官呢 他们对习近平不满的人数是非常多的 我也非常相信这一点 习近平在这个呃就是他上台以后啊 呃他看到了一个情况 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非常好 但是呢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地方 其实是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有就是外企 而私营企业和外企这两块呢 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的 虽然比如说习近平想控制一些 比如说呃像恒大呀 比如说或者比如说像阿里巴巴呀等等 他虽然想控制这样的企业 但是呢非常的名不正言不顺 呃他虽然想往这个企业中派党支部啊 或者比如说呃派出一个具有什么一票否决权的 一个什么股东之类的 但是呢名不正言不顺 那习近平就觉得说 哦如果钱都在你们手里 而不在党的手里的话 那对于党的这个统治呢 就是一种威胁 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啊 他的这种控制的严厉的程度 和人们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数量是相关的 你自己的私有财产的数量越大 中共就越难控制你 因为你可以完全不听他 对吧 你可以不依赖他而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哈 这个有很多人他们即使是跟这个皇帝搞不来的话 他还是可以活着 因为他可以回家自己种块地嘛 那是他们家的地嘛 但是呢 到了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不行了 共产党干的一件事啊 刚刚夺取政权之后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收所有的生产资料 所有的工厂矿山 所有的这个企业啊 所有的这个土地全都是共产党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想养活自己的话 没有共产党给你提供生产资料 你也是养不活自己的 你想种地养活自己 没有你的地啊 就像彭特怀当时跟老毛逗来逗去 庐山会议之后 彭特怀说 哎算了 我认输了啊 我就算这个这个就就就就彻底认怂了啊 然后呢 这个我回家种地去啊 我也不当元帅了 我也不当什么副总理了 但是没有你的地啊 你回去之后已经没有你的地了 是吧 你也就没 你就 你要想生活的话 你得吃共产党的饭嘛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呃中国的这种社会控制就相当的严密啊 而且相当的容易啊 对每一个人控制非常容易 你说一个人从一个城市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你没法生活 因为你在另外那个陌生的城市中 你你你靠什么生活 你除非要饭 否则的话 你进工厂都是共产党的工厂 对吧 你想做个小生意 所有的小生意都被共产党垄断了 你根本就没有做小生意的机会 所以你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呢 那个时候这个人也被他的什么工作关系就绑定在他的家乡了啊 这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你的粮票 就是你供应粮食的那个粮票都是跟着户口本的 对吧 为啥毛泽东一说上山下乡 那些人想这个不走的人都没办法不走 为啥呢 因为你的粮油关系一下就断掉了啊 你在家待着连你的饭都没得吃 是吧 所以你不得不走 所以实际上就说一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的控制 是对这个人财产的控制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 你也就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能控制一个人的财产 你也就控制了这个人 所以呢 这个 到了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呃 中国民间这么有钱 是吧 我想整一个人 我整不动他 因为他自己就可以生活的很好 他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随便找一个民营企业去打工 是吧 那怎么办呢 习近平就觉得 这个经济发展反而对共产党的政权造成了一种威胁 所以习近平就想收回这个 呃 非常的不友好 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想为了巩固共产党的统治啊 这个财权还是要收回来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一收呢 把中国给经济给搞死了啊 就是他这么一收 呃 发现这个呃 中国如果要是没有外贸了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其实也就断了啊 芯片都没这买 就像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习近平想问题 他特别简单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世界是实际上是互相之间 呃 不同的行业之间 不同的国家之间是有这种联系的 所以当时他跟这个澳洲 因为COVID-19这个起源这个事啊 就是就吵架 吵架之后的话 他不是说不让从澳洲在进口煤了吗 结果从澳洲不进口煤的时候 中国的发电厂就没有煤可以发电了 然后中国就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大面积全国停电的情况 啊习近平一看没办法 只好又同意从澳洲进口煤 就他的那种思路啊 就是完全是一种小孩的思路 就是我在这有问题的话 我就去把这个地方解决掉 但是你不知道当你按下这个开关的时候 别的地方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他是没有那个脑子 没有那个智商和视野去想这些问题的 所以他在这乱搞啊 他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个问题 他就一整就把很多其他别的地方就全都给整死了 就把中国的经济全都给整死了 所以呢就是说呃 在习近平这么搞 就是说他把这个政治安全放在经济安全之上 但是恰恰是因为他这么胡搞 最后把中国的经济搞完了 同时的话 等于反过来也威胁到了共产党的政权 过去中国人就觉得跟着共产党 呃好歹就是这个日子会越过越好嘛 那现在跟着共产党日子越过越坏的时候 那大家还愿意跟着共产党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 他有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呃这个俄罗斯呢 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别的什么民族主义呀 还有什么其他别的这种对普京的这个强人的崇拜呀 这种情节等等 就是他都是维系这个俄罗斯现在政权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个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人从改革开放之后 共产党因为他这个想用这个执政的这个有效性 就是经济繁荣来解释他的执政合法性嘛 所以呢他就把经济搞得很好的 不是他搞得很好 就是他他这个放开了一点啊 不怎么管了之后的经济就好 经济好了之后的话呢 中共就拼命的宣传 让人集中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问题上 但是呢 这就带来了中国人非常的追求物质啊 非常的追求享乐 而这个东西一旦不在了以后 等于是中共过去的那种宣传都 backfire了 就是都回火了啊 等于是都奔着他自个儿来 对他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我觉得中国的经济不好了以后 呃很多的民众他们会很不满 忍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共产党也没什么大招啊 好像情况越来越差 我想可能很多人他就会站起来反对 当然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就像我刚才讲的哈 就是说共产党的垮台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 这不是说经济原因是一种必然 就是共产党实在是太邪了啊 实在是太邪恶了 这样的一个极权的政党 这样的一个邪教 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 那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 也可能突然之间一个火花啊 可能就引爆了整个这个一个大雷啊 共产党就没了 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出现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 整个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 远远快于我们的预期 远远快于我们的预期 如果我们要过去讲说这个中国的 我们在去年比如2022年的时候 我们说明年这个中国的房价会跌 平均跌30% 我估计可能很少有人会相信 对吧 然后呢会跟大家讲说明年这个 到了明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人口一下 一下子这个会会会会会 就变得特别少啊 这个可能也很少人会相信 说这个中国到时候的这个大学生 毕业找不着工作 青年失业率将近50% 这个也很少有人会相信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它现在在迅速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共产党真的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这个乐观的说3.5年 但是呢 它随时都有可能突然一个突发事件 就没有了 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下一个问题 有一个 如果有时间的话 张教授能分析一下 如果习突然下台 中共也会随之下台吗 谢谢 这个我们都是 从一个假设在推理 其实我觉得如果习近平下台的话 中共真的可能也会撑不住 为什么呢 习近平的下台 一定是一场政变 就如果习近平突然下台的话 他自己不会鞠躬下台 一定是一场政变 这场政变发生的时候的话 那当然他就会 必须得给这个外界一个交代嘛 对吧 习近平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他下台了 这种政变的话 其实造成中共高层的动荡 同时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基层的管理可能会失效了 因为各地这个诸侯们啊 地方的这些封疆大帝们啊 省长市长县长们 他们这个时候就会看 中央高层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觉得他 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 有人出来抗议或者干嘛的话 那这时候其实中共真的非常的脆弱 非常非常脆弱 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 中共当时高层这个大动荡的时候 那那其实本来也是一个 呃民间抗争 然后这个就是 就是可能会发生这种政局更迭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情况的一个时机 但当时就没有发生啊 当时没有发生 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可以 所以习近平突然下台啊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在是不行了 呃习近平也按不住了啊 然后呢这个经济遭到已经威胁到各级官员自己的利益 啊 这个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习近平发了风要打台湾啊 我觉得他没等他下命令打台湾 这个命令真正变成现实的时候 中共高层就会有一批人会起来反对啊 然后的话可能就会把习近平给搞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因为你问 你是这么问的啊 就习近平突然下台 中共会随之下台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是蛮大 非常大至少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推动这个事情 往这个让中共一块下台这个方向去走 习近平其实在中国高层 这个中共高层里边 他得罪的人已经得罪 把人几乎得罪变了啊 就是太子党 这个就是他自己是太子党啊 但是其实你看他对所有的那些其他别的太子党 都是相当的防范的啊 像什么薄熙来啊 王岐山呢 那像刘元啊 这种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防范的啊 对他们都很糟糕 所以太子党包括王军呢 这批人当然有王军死了啊 而就是这一批人的话 他们会对习近平非常的不满啊 就是红二代这一批人 那么还有一批人的话呢 就是团派啊 团派的话其实属于人畜无害的啊 像胡锦涛温家宝 他要提拔的人 最后习近平把他们也给赶下台啊 所以他们也很讨厌习近平 然后呢 这个江派的人啊 曾庆红这个派系的人 被习近平七七八八收拾的是吧 都关到监狱关监狱 这些人的话 他们也会很反感习近平 所以现在习近平等他把所有中共高层 都变成他自己一家独大的时候 你看起来他的地位好像是非常的稳固 但其实这里边也意味着一个现象 或者是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他自己的人之外 他已经没有办法跟其他任何一个派系 达成妥协 那些派系也不会跟他达成妥协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 你看他好像是用了很多自己人 但其实是孤家寡人 那些人跟着他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习近平能够给他们利益 而当习近平不能给他们利益的时候 他们也会反水 所以我觉得那习近平 他如果要是下台的话 那肯定就是因为连他自己身边的这些人也都这个反水了嘛 作为习近平本人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终身连任 他为什么要这个修改宪法 他就是明明知道如果他要是下台的话 他一旦失去权力的话 他的身家性命不保 所以他一定会死死抓住权力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 当他死死抓住权力的时候 其实他得罪的不仅仅是那批人 团派啊 江派啊 红二代什么之类的 他们没有办法去分享习近平的权力 就包括习近平自己的亲信这批人 他们也会 他们也会对习近平不满 为啥呢 因为你不下台 我们怎么上台呢 对吧 就像蔡奇一样 他已经跟习近平一步之遥了 对吧 那习近平如果要是下台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一步冲上去了 对吧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习近平下台 对蔡奇来说 就是一个最有好处的事 天大的好事 是吧 他可以冲上去 但如果习近平卡在那的话呢 蔡奇就永远都不可能上去 蔡奇就永远都是习近平的跟班 他就永远都只能拍习近平的马屁 不管这个马屁拍的多么的恶心 而且呢 只要习近平不下台 蔡奇随时都有危险 因为万一哪天有一句话说错了 或者是有一个事做错了 一旦失宠了之后 那他的情况也很危险 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家韩非子 他就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说作为一个国君来讲 其实你的老婆和孩子都是不能相信的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的这个最 他说你的老婆呀 这个 他当时讲的这个话 其实也是很赤裸裸 他说男人到了50岁的时候还好色 而女人到了30岁的时候 容貌就衰了 就衰落了 衰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如果这个女人皇帝 或者是国君看他 已经不好看的时候呢 慢慢就会疏远他 疏远他以后 那么他以前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的 地位就很危险 比如说哈 这个 呃 这个国君现在又看上了另外一个人啊 这个年轻貌美的小老婆 然后呢 娶了之后呢 生了一个小孩 因为他喜欢这个女人嘛 天天跟他在一块 当然也就会喜欢这个女人的孩子 他就有可能会费长利诱 然后的话呢 就会有可能会把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太子换掉 所以实际上对于太子来说 爹死的越早 他继位的可能性就越大啊 爹如果一直不死的话 那么就很可能会有这种 呃 年轻貌美的小老婆生的孩子 把自己给取代了 对于这个太子的母亲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啊 年长色衰了之后的话 也希望这个老皇帝 或者是这个国君的话 早点死啊 这样的话 自己儿子当了皇帝之后 自己是太后 这个地位呢 就稳固下来了 韩维子说的这个话 这个当然他这个 这个是出于一种 对人性的怀疑啊 或者是说 他觉得人性很丑陋 那这个并不是一个 普遍适用的情况 但是啊 我想说但是 对于共产党内部的话 他是一定适用的 因为共产党 第一他用 他本身就是带有 深重的法家的色彩 第二点 共产党 他是一个逆淘汰极致 凡是能够爬到 那个位置的人 都是没有道德的人 都是没有道德感的人 才能够爬到那个位置 所以对于 这个蔡奇来讲的话 他肯定会想 我跟习近平就差一步了 习近平赶快死啊 然后的话 我上去 我就地位就稳固了啊 你不死的话 那我随时都可能 有一天失宠了之后 被你给整下去 是吧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 你不要以为他对习近平很忠心 他其实对习近平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威胁啊 只不过习近平 现在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想明白了这个问题而已 所以我觉得哈 就是说 这个中共内部的这种矛盾冲突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糕 然后呢 这个局面越来越失控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习近平自己的派系的人 对习近平也有忠心啊 他们其实也等着习近平下台呢 所以习近平身边真的是没有什么人可以信任 真的是没有人可以信任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如果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 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觉得过去所有那些一直这个赞美习近平的人 他们真的是可能突然反水啊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是对习近平来说的话 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他的安全其实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OK 咱们再看下边这个 下边一个问题哈 下边一个问题是 这个张教授好 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的国企比重也很高 比如法国奥地利 意大利 西班牙 瑞典等 那他们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度很大吗 都说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危害很大 为什么他们都还是发达国家 其实这些国家的经济就是越是这个国有化 这个比重高的地方 他的经济越糟糕啊 就是其实你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法国的经济现在真的是很糟糕 就是你到法国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他都这个上班啊都干活特别的不认真啊 这个呢就是摸鱼的特别多啊 大家等于都在吃大锅饭 其实像瑞典之前在这个呃在这个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啊 瑞典人真的还是很勤劳 现在这个瑞典的经济也是不行啊啊 也是不行啊 意大利西班牙就这个经济都没有好的啊 都都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好的啊 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当一个国家很小的时候啊当一个国家很小的时候啊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呢啊他可能还能够就是呃通过这个就是他的这个高福利吧大概还能够维持 欧洲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欧洲他其实很多国家的军事开支非常的低 他们等于是可以把那块钱省下来作为福利给这个民众发下去 加拿大其实也是一样啊 加拿大就基本上说他不怎么养军队的啊 因为反正他挨着美国美国也不会侵略他再往北的话就是北极了 然后就是两边的这个大西洋太平洋 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他也很安全 所以他也并不需要非常强大的军队 这样的话他省了很多钱的话他就可以给民众发福利 每一个国家跟每一个国家的case是不一样的啊 北欧那些国家 呃瑞典呢什么冰岛啊丹麦啊芬兰挪威等等 北欧五国的话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叫民主社会主义啊 他是跟他的这个国家比较小还是有关系的 大的国家的话他容易有那种集权的倾向啊 相对小一点的国家的话会好一点 但是其实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会有这种集权的倾向 就他的那个尺寸大小大概是在瑞典和中国这样中间的 这个这个就是这这种规模 所以说对他来说的话也是可能会有这样的集权倾向 而且法国长期以来就是说他非常左嘛 从这个巴黎公社 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 呃 法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左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左的国家 我们看到那个欧洲大陆当时这个启蒙主义那些哲学家很多都是法国人啊 像卢梭呀呃像福尔泰呀就很多都是法国人的启蒙主义的这些人 呃这些人其实他们在这个呃他们的这个政治哲学里边的话都有一种专制主义的倾向啊 都有专制主义的倾向 所以法国的话他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啊包括到后来的这些呃法国的那些所谓的思想家像萨特这样的都是属于自称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哈就是德国呢 其实在这个默克尔以前呃德国的这个政党还是比较偏右的啊 是比较倾向于自由化的 现在的话是变得越来越左啊 所以经济也不太行 但法国一直是左 所以你看法国和德国之间他的这个呃经济就差很多 法国会比德国的经济差很多很多 英国在这个萨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工党执政的时候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 然后呢这个英国的经济也是不行 那么等到这个萨切尔夫人上台之后的话 他越来越倾向于美国的那种保守主义理念啊 就是小政府低税收啊等等等等啊 就带来了这个英国经济的繁荣的英英国经济的再繁荣吧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呃欧洲这些国家的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这种情况哈 你看着哈就是说他如果要是不能够及时采采取这种保守主义的做法 他们的经济其实这种现在这种现状的话也不可持续啊 并不并不是可持续的好像瑞典现在的情况就就不太好了已经啊 这个前两天呢还有一个朋友问我一个这个 其实不是不是这个这个这次大家会员体的问题啊 是我的一个当时在呃亚洲旅行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呃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我还是想就是在这里面回答一下哈 可能被我的那些团队的人给删掉了哈 但是我还是要想回答一下啊 这位朋友的问题的话呢 他当时这个大概是讲的是说呃我看一下哈 他大概讲的这个这个问题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呃他感觉我对这个圣经啊 就是还是比较这个理解哈比较了解 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在我看来就是圣经的启示和神跟我讲的是有冲突的 然后他说请问您是如何在法轮功和圣经中有刃有余的 您怎么能确信您的信仰是正确的呃 这是一位姓杨的朋友是应该是我在呃就是夏天的时候去日本跟韩国的时候有一位信基督的朋友姓杨的吧 他提的这个问题哈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也想回答一下呃 这个我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哈是这个修炼法轮功我是从95年的时候就开始呃 那个时候其实我知道这个基督教只是知道他的一些历史啊 但是呢对于他的教义是不太清楚的呃后来呢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呢 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其实因为这个中共在迫害嘛 中国当时不光迫害我们中国也迫害很多其他别的信仰 像包括大陆在这个拆教堂啊拆这个天主教的教堂 然后呢也打压这个地下基督教会啊 所以当时呢我也想了解一下他们是什么状态啊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圣经呃当时看圣经的其实我并没有那么熟悉呃圣经的内容啊 但是呢有一些话我觉得耶稣讲的非常有道理呃这也是因为我师父了 因为我师父在98年的时候就曾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神 还讲了一些其他别的啊关于基督教的话啊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嘛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神 所以呃我也就没有那么大的障碍啊去看这个圣经呃看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发现圣经中所讲的东西呃有很多就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可能都不见得真正能够理解 但是我一看我就非常的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呃 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 这个比喻可能非常不恰当希望基督徒的朋友不要生气哈 就像是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呃倒数和微分以后 你让我求一个二就是一元二次方程的这个最大值或最小值 在我来看非常简单就是求导然后呢就是这个解这个导数为零的这个求导之后的这个方程的这个这个解 就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不懂这个导数跟微分的话 你可能需要用配方法是吧 然后呢就找到这个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平方这个括号里面 Rx等于多少才能够让这个括号里面变变为零 你就需要这个搞那个配方用用这个配方的方法 他就很很花时间 但是如果你真的懂了导数跟微分呢 你去求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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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值的话非常容易 甚至你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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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三次方程的话呢 你用这个代数的方法很难找到他的极值 但是如果你会了导数跟微分的话 你一下就可以求导之后解一下这个一元二次方程的解 那就是极值嘛 然后带进去之后你就知道他的极大值极小值是什么 我举这个例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非常offensive 就是我学了法轮功之后呢 我回过头来看不光是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 其实包括我有一本书叫中华文明史 这本书里面其实我提到了很多关于道家的一些思想 包括这个魏晋玄学对这个道家思想的改变 包括这个像这个就是宋明的理学 对这个整个过去儒学的这种改变 包括这个禅宗的一些理论 到后来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什么都不能讲了 禅宗就讲第一意不可说嘛 到最后禅宗的什么都不能讲了 他们的很多理论呢 你看着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不太完美啊 或者是说你觉得有问题那到底问题出在哪 当我学了法轮功以后呢 我看圣经我就觉得非常懂 就耶稣讲的每句话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对 而且我知道他为什么对 我不光是知道他对 而且我知道他为什么是对的 然后呢我看那个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流变 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这个魏晋玄学 到这个隋唐佛学 然后呢到这个宋明理学 整个他的这个思想流变的过程中 哪个地方走偏了 偏在哪 为什么他是偏的 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中 就是我的师父讲了很多话 开启了很开启了我们很多的智慧啊 也告诉了我们很多天机 所以其实呢 就是说我之所以 我不是说在圣经跟法轮功之间游刃有余啊 实际上我就是一个非常呃 我自认为哈 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 但是呢我知道 就是说我的师父也告诉过我们 说这个宇宙中呢有很多的神 我讲的不是他的原话啊 我只是讲我自己修炼中的这种理解 这个宇宙中其实有很多神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这个 呃 像这个佛教的这个一些说法中 我们也知道这个宇宙中不只有 不是只有释迦摩尼一个佛 我们知道还有阿弥陀佛呀 对我们知道还有大日如来呀 我们知道还有钥匙佛啊 我们还知道就是有很多其他别的佛 那么像这个原始六佛啊 燃灯佛 就是像像这些佛 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个宇宙中有很多很多的佛 那其实我们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啊 如果这个宇宙中有很多佛的话 为什么释迦摩尼当时下世的时候 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说了一句话叫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为什么释迦摩尼佛明明知道有很多其他别的佛 他还要说唯我独尊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啊 为什么耶稣那个或者是耶和华告诉 犹太人啊 或者告诉他们的教徒说我是唯一的真神 这个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每一个神他主持着一个天国 就像释迦摩尼 他有这个这个娑婆世界啊 就是佛教中这么讲了 然后像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 每一个佛的话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自己世界的 我讲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宗教哲学中的历史文化中是能够看到的 我讲东西全是文化啊 我讲东西都全是文化 阿弥陀佛他是有极乐世界的 那么比如说释迦摩尼主持一个世界 然后耶稣有他的世界 那么对于一个信徒来说的话呢 他现在需要做一个选择 就是你想去哪一个世界 如果你要想去极乐世界的话 你就只能按照阿弥陀佛给你画的那条道走 就像开车一样 你只有这么走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如果你要想去耶稣的天国的话 那你就得这么走才能去他的天国 你想去老子那儿 那你就得那么走才可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老子为什么管自己传的东西叫道 他真的是道啊 他真的是一条道路 他真的是一条路 那个英文就把道翻译成the way啊 就是就是一条路 其实耶稣自己都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为什么说自己是道路呢 因为他真的是一条路 你要想去他的天国的话 你就只能走他的路才能去他的天国 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意味着你在走的时候的话 你不能串着走啊 你不能说我走两部耶稣的道 然后我再走两部释迦摩尼的道 我再走两部阿弥陀佛的道 我再走两部老子的道 你这样走的话 你最后哪个天国都没到 你就等于是就像开车迷路了一样 就在不停的转圈 最后你不能不可能到达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去某一个天国的话 只有一条路 没有别的路 只有一条路 也就是说你选定了是谁的话 你就只能走他的路 不能走别人的路了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别的神 对你来说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你要去他的天国 你就只能走这条路 就像我们自己开车一样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开车去从纽约去华盛顿DC GPS一旦设好之后的话 你就不能再改了 你就这条道 比如说你走95号 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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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Jersey Turnpike 这个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路 能够到DC或者到其他别的路 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你就在你的GPS上已经画了这条线 你就只能按照这条线走 你才能够到DC 其他别的路在你开车去DC到达之前的话 那些路就像对你像不存在一样 因为他们有有的话你也不能走 你也只能走这条道 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不同的修炼的话 他们都在讲 就是说都告诉你我是唯一的 我是唯一的 因为你确实当你选定了他的时候 确实他就是你的唯一 只不过呢 就是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说因为我选择了修炼大法 就是我师父传的这个法轮功 那其他别的话呢 就是我知道他们 我知道除了95之外的话 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其他别的路啊 除了New Jersey Turnpike的话 我还可以 还有一些其他别的路 但那些路我虽然知道 但是我不会走 所以实际上就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并不是在法轮功和圣经之间有刃有余 是说我这边走走那边走走 不是这样的 我对他们另外的那些信仰来说 包括原始的佛教来说 或者比如说其他别的密宗啊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别的禅宗啊什么 那些理论的话我也只是看看而已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我是 我觉得我是因为其实这两天我看到很多人提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包括在推特上也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啊 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这位女士的问题啊 就是这位这位这位杨女士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我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谈一谈这个我对这个灵性的这个修炼的一些灵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说我说的这些东西的话都只是很皮毛的东西 因为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是这个在走这个修炼的路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在这个路上的话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他理解不到的地方啊 他都会有做错的地方 他都会有执着啊 用这个基督教的话来说的话他都可能会跌倒啊 就是会犯错误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这条路 关键的问题是你要往前走 你不能停在这儿啊 一直要走到你那个目标为止 我记得当年释迦牟尼佛呀 在成佛之前他曾经发过一个愿 就他在菩提树下不是做了七七四十九天开悟吗 当时在最后一次 其实那个之前他已经做了六年了 就是在一个山的一个苦行林里面 他他做了六年的时间就打产做了六年的时间 然后后来他这个身体不行了 就是因为他当时打坐的时候是一动不动嘛 所以他就不吃东西 所以这个身体后来不行了 不行了以后他很虚弱 他就到那个泥连河去洗个澡 然后当时在那个泥连河旁边有两个牧羊女 他们就把这个羊的奶挤出来 然后的话献给释迦牟尼 当时还不叫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是成佛之后的名号 当时他是这个加皮罗伟国的太子嘛 叫西达多嘛 西达太子当时就喝了这个羊奶 他的这个体力就恢复了 恢复之后他最后在菩提树下 在这个入定最后那次入定 开悟之前的那次入定 他当时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若不能原成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 宁可遂此身终不起此作 那次坐下去之后的话 如果不能成佛 他就会坐在那 可能就就是命都不要 就是一直要坐到成佛为止 那是很大的决心啊 发愿的 那他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考验 这个详细的我不讲了 这些故事其实都是佛教中的故事 就是他打坐修行的时候的话 他有一个目标的 他最后他说我要是不成佛的话 我宁可遂此身终不起此作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一个人呢 这个真正能够找到修炼的人 真的是非常难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比如说你在基督教里面 或者是在在哪哪哪 就是比如说就是得到了一些什么真基 但是其实啊 就像我讲的 你想开车去一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的话 你住在哪是吧 住在哪个hotel里面 如果没有hotel的话 你是住在谁的家里面 那个地方的人得接纳你 你才能住得下来 否则的话 你开车到那去之后 你也没地方待的 我打这个比方很很粗俗 就是说你想去哪一个天国 那个天国到底有没有你的位置 那是个很关键的事情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佛教中有一句话叫果位 果位啊 就是你成正果之后的话 得有你的位才行 如果没有你的位置的话 你到那之后的话 你也没有地方待的 所以呢 就是能够碰到一个渡人的神 能够去接引你 然后引导你走这条路 走到他的天国里面 这个对于一个生命来说的话 是极难得的非常珍贵的机缘 非常珍贵的机缘 所以能够找到这样的一条路 本身对一个生命来说的话 就是非常幸运的 但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 就是你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考验 还可能会碰到很多 你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每一个人 在修炼的这个过程中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我今天只是讲文化 我没有讲修炼 我讲的东西都是圣经 或者佛经里面的故事 每一个人在走这个路的过程中的话 可能都会遇到一些 你很难理解的东西 就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样 遇到很多的磨难 当时连孙悟空都在想 说这个如来佛 为什么不把佛经 直接就给我就完了呢 对吧 我一个跟头翻到这个西天去 拿了佛经之后的话 我就送到东土去了 是吧 但是佛不能那么做呀 这个佛是为了成全你 他所以他中间 他会给你设置 像唐僧九九八十一难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走到 这个天国那条路 我刚才讲那条路 这路上的话 都会有很多的磨难 可能就有一些磨难 把你挡住了 你可能就没过去 所以这个时候 真的是需要你的愿力 需要你的决心 然后需要你那种 就是吃苦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需要靠你的那种 你得悟性真的特别好 你能够知道 在这个情况下 你应该如何处理 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事 其实说起来 是很简单的事情 第一是机缘很难得 第二这条路 真的是很难走 圣经里边 耶稣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 就是那个永生之门 通往永生之门的路很窄 能找到他的人不多 但是通向死亡的 那个路却很宽 很多人都在那条路上走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去能够达到永生的 所以这位朋友 其实刚才问我的问题 不是刚才了 就六月份的时候 问我这个问题 我刚才又看到了 也是当时跟我一块去的 去台湾的 去日本的希望之声的 一个主持人 他当时发给我的 他说你别忘了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已经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我又看到这个问题 想起来了 就有一些感慨 就跟大家这么聊一聊 今天也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听我在这 唠唠叨叨 说了一些很多我自己的感慨 那咱今天就聊到这了 好吗 那么咱们就 大家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大家别忘了去点赞订阅 和按下小铃铛 而且希望大家能够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 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敬全会员网隆重推出 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 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 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 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 前瞻未来的风云 今天就登陆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